好好玩儿 来唱注音符号歌 A-I-A-R-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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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符号的video咯 好小朋友 来今天我要请你 把我们的注音符号 图画 拿出来 小朋友看到了吗 请你把我们的图画 拿出来 还有你的蜡笔也拿出来 我们要准备开始我们的注音video咯 好今天我们要 教的注音符号是什么呢 好小朋友 有没有看到呢 好今天我们要教的注音符号是 N N 好N很简单 它只有一话 我们一起来写写看 好从这里 N N 好N只有一话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看到 N的后面 N的后面 有一只 这是什么呢 哇 它的嘴巴 长长长的耶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有翅膀哦 它会飞哦 好 金金金老师很害怕它耶 它是蚊子 蚊子 什么是蚊子呢 啊 金金老师来让你看一下 什么是蚊子 小朋友有没有看到呢 我让我看一下 来这里 好 有没有看到这个蚊子 哇 我很害怕蚊子哦 蚊子它会跑到你的手 你的手那边 然后呢 吸你的血 哇 你就会 好痒哦 很痒 对不对 你看 这个蚊子 哇 吃饱了 它的肚子红红的 有没有看到呢 咬到小朋友的手 好 这个是蚊子 蚊子 好 接下来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功课 蚊子 蚊子 N N 蚊子 蚊子 N N 好 那金金老师要请你用 橘子的线 好 帮忙把N 写完 好 这个是N 请你用橘子的线 帮忙把N 写完 好 这个就是N 蚊子 蚊子 N N N 好 接下来呢 金金老师要请你看下面 下面是要请小朋友做什么呢 下面有很多的花盆 小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花盆呢 这个花盆是用来种花 你可以在上面种花 有没有 金金老师在上面种了很多漂亮的花 可以在上面种漂亮的花 可以画给你看 可以画给你看 很多人会在花盆里种漂亮的花朵 OK 好 这个就是花盆 这里就是花盆 好 这里有很多花盆 金金老师要请你去找找看 哪一个花盆有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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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金老师已经看到了 这个花盆 有N 所以金金老师要把它画上 颜色 我已经看到这里有N 好 那小朋友你再帮我找找看 哪一个花盆有N呢 好 请你找到了拿蜡笔 把它画上颜色 好吗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N的功课 好 今天我们教小朋友认识了 蚊子蚊子 N N 好 那今天我们的注音video已经讲完了 认识了蚊子蚊子 N N 小朋友 你看完了注音video 记得把你的功课蚊笔拿出来 赶快把功课写完 好吗 好 今天我的功课说完了 要跟小朋友说 谢谢小朋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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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